不愧是魔幻时刻 夕阳的魔力把滑渡巴黎 染成金色限定版 塞纳河波光淋漓 是旅人到此一游的共同记忆 很多游客打开巴黎方式 是像我一样搭船游塞纳河 到时候运动员也会有一样的体验 因为2024的巴黎奥运 要打造的是别开生命的水上开幕式 就像打开一本桥梁的百科全书 越过一座又一座 巴黎圣母院 奥赛博物馆 爱菲尔铁塔 这些打卡景点 运动员 全都可以一网打尽 因为2024巴黎奥运 把开幕式扮在塞纳河上 也大概只有天生浪漫的法国人 才有这种创意 巴黎的母亲之和 张开双手 拥抱来自全球的万名运动员 官吏民众也创下历史新高 浪漫或许是法国人的本能 但实践浪漫却是挑战 河边的绿色老书香 是巴黎的独到人文景色 500多年的历史 却差一点被巴黎当局画上据点 担心旧书香会变成维安炸弹 要求在奥运期间拆除 转往他处 打开书香 迷你店面就开张 这位老板已经卖书几十年 还好峰回路转 在当地民众的力保之下 才让老书继续飘香 但安全工作依旧马虎不得 原本开放60万管理民众 被大刀对半砍 只剩一半 开幕前一周 进出入口要严格控管 通通得扫QR Code 才能进入到赛纳河周边 各大场馆也架设三千多台摄影机 以AI人工智慧严格监控 毕竟前一阵子街头抗议 就像长青剧天天上演 走过年改街头动荡 还有恐攻传闻照顶 无碍能量早就达到顶点 奥运三度回归巴黎 在运动员奋力夺劲的时刻 安全只是最基本要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